哈喽大家好,我是带您只打好电影的巫师 首先感谢VGCR午夜,大妈杀手,五包辣条,幼儿园扛把子,以及木然回首脖子疼推荐的影片 小伙伴们是否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或者谦虚的说,至少并不傻 可今天的故事,我读你看到最后,会开始怀疑自己或许真就是个傻子 事情发生在乡村和县城的结合点,也是改革开放转型期完美的横截面 这里的一切都粗粒,现实,记不清这是拉条子第几次,来县城寻找雇主又无功而返 他是那种只有两块饼,给了别人一块见其执意不走,还会再给一块饼的人 这种人我们通常把他叫做善良的人,却不想他被傻子缠上了 他披头散发,满身无黑,头下脚上的躺在雪堆上,无需拉条子的威胁,切而不舍的跟在后面 直到闯入他的家门,拉条子的婆娘被吓得不轻,两个男人围着火炉 一个边吃边逃,一个边打边跑,金枝怪丈夫带回来过祸害 口袋里的小羊一声咩,傻子学会了,开口喊金枝为妈 一个靠放羊为生的贫困之家,如今被他缠上怎样都甩不开 西北戈壁的夜晚天寒地冻,拉条子熬不住良心,怕人被冻死 索性将他暂时安置进羊圈,第二天继续去县城要钱 傻子如影随形,拉条子心生意尽 终于甩掉了麻烦,可没走多远又被粘上了 无论如何恐吓他都无动于衷,拉条子逼不得已破费打车回了家 不想傻子比他进门还早,拉条子狠下心不去管他 媳妇却担心万一冻死在院里,尸体被人发现有口难辨 于是傻子又住进了羊圈 一日拉条子发狠将他绑在柱子上独自回家 可画面一转,傻子吃得特别香,没吃饱就理直气壮喊嘛 精知则叫他勺子,这也是西北方言里对傻子的称呼 他拿来儿子当年的鞋让傻子换上 看他穿着大小合适,夫妻俩反而陷入了沉默 或许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夜晚一顿啪啪啪埋怨 拉条子发誓明天就送他离开 再次来到县城,趁勺子专注于旋转木马 拉条子终于得以脱身 他也多日来第一次等到了寨主 两年前拉条子的儿子犯事被判六年 经村里三哥介绍,他认识了上面有人的兵哥 对方朝他要五万块钱打点领导 答应试着帮他儿子减刑一年 结果到头来一个时辰也没钱 兵哥手上带串,车上挂链 人情就像西北荒原,如此冷酷,如此无奈 总之,钱递上去,但事儿没成 那钱是拉条子朝乡亲们借的 他想着多少能要回来点 前前后后跑戏了腿 可次次的答案都是 后视境里,他一张渐行渐远的高原红老脸 满脸写着怎么就那么难呢 本就无功而返,却又见勺子来蹭饭 拉条子一肚子心火无处发泄 不想媳妇却拦住他 要让孩子把饭吃完 勺子自顾自耻的高兴了 又是一句妈 拉条子觉得不是办法 想着去找村长开张证明 好把勺子送去收留所之类的地方 不敢喝止村长家的护院大狗 反叫闭口不言的勺子要敲敲的 村长身安为官知道 拉条子送来的牛肉可以吃 但证明是绝技不开的 反而阴阳怪气的说 收留所有吃有喝不是谁都能去的 别人咋不养他 就你显得善良 今儿个吃你的你认了 明儿个睡你老婆你也认了 村长话里夹枪带棒 更是将吃完的骨头递给拉条子 这个老是男人忍气吞声 只能将这份屈辱发泄在勺子身上 自扫门前雪的冷漠 以及人善被人气的无情 是勺子永远搞不懂的 去派出所求助 民警所能做的也只是倾听记录 一句傻子也有公民权 不能限制其自由 断送了拉条子将勺子安顿在此的打算 转而再给他倒杯水 暗示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全部 比起脑部残疾的勺子 因为良心而不得不负起责任的好人 反而成为大众眼中真正的傻子 他为男孩捡发洗澡 给他穿上儿子过去的衣服 勺子高兴的直喊骂 拉条子带他去拍照 张贴寻人骑士 求宾哥帮忙贴在他的店里 可换来的是又一次拒绝 当他返回头去找勺子 却见一群孩子一边向他丢雪球 一边嘲笑他是个傻子 对于朴实无华的两口子 信奉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既然赶不走送不掉 索性接纳他 一种物以类聚 弱者相依的亲近 渐渐让彼此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精知将儿子的房间收拾出来 莫名喊妈的勺子 竟突然填满了一位母亲 思念儿子的炕 门外点亮喜情的灯笼 却意外招来了宾哥和三哥 同时还有勺子的亲近 他看到了拉条子张贴在宾哥店外的 玄人骑士 作为感谢 又是鞠躬又是送钱 拉条子推举不过 只得收下 仓促的寒暄后 勺子离开了小院 杨高喊妹 傻子喊妈 生生相似 如今勺子有了归宿 同时也带走了精致的牵挂 可留下的钱 让朴实的情感变了味道 两口子生活虽贫寒 却都不愿要这份愁情 一日拉条子去找宾哥 想他帮忙 将钱给还回去 宾哥却以为他嫌钱少了 更解释对方 恰巧看了他店外的寻人骑士 从而求他帮忙 在此之前互相并不认识 听了答案拉条子也算是人 可没过两天 又一对陌生人找来 他们号称自己才是勺子的家人 而前夜的陌生者被定义为骗子 女人追问 对方可曾留下什么 拉条子想起信封中的酬金 如今反成为他贩卖人口的罪证 他们收钱走人 不忘提醒找不到人还会回来 拉条子急了 忙求三哥作证 那笔钱是酬金 之前送走勺子时 还将好人友好抱挂嘴上的三哥 如今又改口 都怪你多管闲事 兵哥也勉为骑男帮拉条子作证 事后又是一句 下车 当夜精致发起高烧 老师人不敢惹官司 夫妻俩决定再去凑些钱 好还给勺子的家人 毕竟孩子是在自己手上丢的 他们心中有愧 每两天那对男女再次到来 他们认定拉条子将勺子给卖了 一句 不是你撞的 你为啥要服 老师人口笨着舌 精致默默将凑来的几千块钱 递给对方 本是淳朴的歉意 反而坐视了嫌疑 男人一边将钱揣进兜里 一边痛惜他兄弟不止被卖了这些 让夫妻俩坦白从宽 下次再来 可没过多久 又来两个自称少子的兄弟 上一波戴口罩 这一波戴头盔 同样见不得人 同样戴着妖蝎 拉条子被逼上了绝路 他只能背负拐卖人口的罪名去报警 本以为会被镣铐加身 然而女警官只是让他回去守如歹徒 拉条子和妻子日日等待 等待那些冒领的人归来 他想着以热忱的招待来拖住他们 好通知警察来分清个善恶中间 但他的等待只是阻拦打水一场空 带着人走了 带着钱走了 知道已经骗不到人 也骗不到钱的也走了 可他们依旧火不敢升 灯不敢点 他们的生活被搅得一团燥 金芝麻丈夫才是最大的勺子 拉条子被惹急了 对自家婆娘的屁股一顿抽 善良却成了这个蛮荒世界最格格不入的罪孽 拉条子知道错了 他错把人性想得太单纯 为了求三哥结获 拉条子宰杀了那只呵护被子的羊羔 把灵动生命变成一锅热腾腾的肉 唯有宰杀曾经的善良 他才能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一点恶 他才能觉得自己主宰了点什么 那种无处发泄的郁闷才能得到输解 他就想不明白 一个勺子为啥那么多人抢 一个勺子竟要比一只羊还要吃香 三哥劝他想不明白就别想了 又说人生就是这样 当夜拉条子被媳妇关在门外 竟知无法彻底弃绝人性的光芒 但也无法和丈夫一样汉指 他用哪个标准要求自己都于心有愧 拉条子睡在勺子曾经睡过的羊圈 他梦到自己从门外走进 拍拍睡在地上的勺子 却发现那是自己的面容 他才是那个傻子 一个被人愚弄的老实人 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 他愤怒地拿刀囊着自己 杀掉了心中的善良 噩梦被村长的嘲弄打断 他听说拉条子把之前的傻子卖了 他对于是非屈指并不关心 重点在于拉条子独吞了赃款 我跟你说 谁把别人当傻子 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傻子 拉条子赶到派出所 意外收到儿子减刑的好消息 可此时他只在意那些拐走傻子的人 他们相约离去并再也没回来 他甚至怀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 女警官恼怒于他的不会说话 劝他少一事岂不更美 说着又端上一杯水 寓意着案件告一段落 谈话到此为止 拉条子的困惑越来越大 已经跑偏成了执着的自问与追问 他像勺子赖着自己一样赖着兵哥 试图从他嘴中撬出问题的答案 他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自己什么都没做错 但最后却好像就只有自己一个人错了 所有人都超然物外 只有自己置身其中 为此他可以不要那五万块钱 你啥意思 你啥意思 不是 我就 我赔你钱了吧 你给我跟他 瞧瞧 你给我瞧瞧 兵哥不相信拉条子是真的在思考哲学问题 反而觉得他别有用心 在最后的最后 仍没得到自己魂牵梦影的终极答案 一切费尽心思的追问都是徒劳无功 他与人为善却与世界为敌 心灰意冷却又人才两得 一场活不明白的人生 让拉条子戴上勺子那残破的遮阳帽 最终他们合二为一 白色的鸡血 蓝色的天空 全部化成了鲜血一般的红色 迎面而来的是另一群孩子 他们一边嚷着勺子 一边对拉条子丢着雪球 嘲笑声此起彼伏 雪球迎面击中 越来越多越来越密 越来越疼越来越冷 拉条子没了追问 也就没了困惑 他终于妥协了 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拉条子是个傻子 村长说过 把别人当勺子的人 自己就是最大的勺子 骗子认领勺子的那晚 三哥和兵哥暗中相识一笑 显然寻清是安排好的 可第二天拉条子碍于良心 不肯收钱 反而让兵哥以为是贪得无厌 嫌给的少了 所以派人去教训拉条子 这才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上门认领 直到拉条子鼓起勇气去报警 之后那些人就再也没来过 女警官说 这件事过去了 没有必要搞清楚 拉条子仍然不依不饶 还说是不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 女警官当时反应非常激动 只要拉条子怀疑兵哥背后的靠山 明白了儿子为啥得到减刑 也从兵哥话中探出口风 他还不知道减刑成功的事 换言之 那五万块钱被他死吞了 拉条子不甘心做一个勺子 于是在梦中杀掉了善良的自己 于是每次都被碾下车的他 最后主动要求下车 他已经转被动为主动 放下正义与善良的包袱 他变成了聪明人 学会装傻充愣四处宣扬 兵哥为了他能悄悄的 只得将脏款吐出来 最后拉条子戴上了帽子 视角中也是戴在诸位观众的头上 那你们是不是勺子呢 你们知道了真相 是戴着帽子呢 还是摘掉呢 如果选择前者 你看到的剧情就是一个勺子 在机缘巧合下 拿回五万块和儿子大团圆 如果你摘掉帽子 所看到的就是必须大团圆的结局 如果兵哥不还钱 那简心部真的成花钱办成的了吗 那上映又该何去何从 映了三哥万金油的话 人生就是这样 想不明白的事就不要想 因为当你想明白了 只会更心酸 生活很多时候不是选择拥有什么 而是选择舍弃什么 我们一个个舍了勺子 帽子 变成了聪明人 我们开始思考 算计 衡量原本天经地义的福与不服 对于乐于助人的尝试产生怀疑 电影太害怕观众看懂了 于是悄悄的留下开放式的结尾 又或者导演也实在没有一个完美收官的答案 他提到的问题我们非但不能解决 甚至不敢面对 于是大多数人像三哥那样 用一句人生就是这样草草交代过去了 然后用好人做不得的道理来绑架自己 从而自扫门前 最终耗尽人性中本就不多的温润 哎 人生就是这样 但不该是这样 人性中有善恶 万物皆有裂痕 两者也都有阳光照进来的地方 送人玫瑰 首有余香 前人摘述 后人成良 灾难面前总有不能忘却的身影 在山河震动时守望相助 齐心同行 在疫情肆虐时 南北抑郁风月同天 引民众向善的价值观 更需国家来指引提倡 晨曦终会抵达 五倍更当自强 大西北荒凉的冬天 日光安静没有杂志 尘埃有时会飞起 扰了呼吸 乱了视线 但终归会落下 总会有些充满希望的期待 和终将到来的明天 感谢您又陪巫师体验一个故事 这次一定关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